毕业合照显白色鬼脸 颈椎疼痛 竟然是有一只阿飘坐在肩膀 男子厕所戒指 隔间竟伸出了女人的手 这些灵异事件的背后 究竟有何关联 今天侠叔要介绍的 就是泰国经典恐怖片《鬼影》 故事要从摄影师阿维带着女友阿珍 参加完大学同窗聚会开始说起 回家途中阿珍一时不慎 撞上了一名白衣女子 两人匆忙逃离肇事现场 却没有想到一连串的怪事接踵而至 给学生拍毕业肇事 阿伟透过镜头看见阿飘一晃而过 去照相馆取充印好的照片 有几道奇怪的白影 其中一张合照里还有恐怖的鬼脸 细思极恐的两人 赶到那晚的车祸地点打听消息 交警称 几天前确实有车撞回了广告牌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人被甩出去四十米远 绝不可能存活 尸体怎么会离奇消失呢 难不成真的是阿飘作祟 阿珍越想越害怕 当天夜里就梦见了阿飘索命 阿伟也在恍惚中看见鬼影冲得眨眼 他向照相店的老板求助 对方却觉得这些白影只是摄影技术不到位 导致的双重曝光而已 这种解释并没有打消男人的疑虑 所以当阿珍发现某本灵异杂志上 也刊登过此类照片的时候 两个人当即决定前往杂志社 一探究竟 杂志社的老板煞有其事地说道 三瓦地卡 虽然许多照片的阿飘是皮的 但也有真的哟 阿飘会出现在照片里 大多是因为舍不得他们的挚爱 而证明鬼影存在的最好证据 就是拍立德照片 因为他们没法造假 可即便知道鬼影出现的真正原因 也无法阻止怪事继续发生 某天工作的时候 摄影棚突然停电 除了精神上的惊吓 阿飞的身体也出现了毛病 自打那天车祸之后 他总觉得脖子酸疼 腰背无力 但医院的诊断结果只有三个字 体重有些超标 别的一切正常 这之后阿飞的症状越发严重 甚至开始做起了噩梦 他从惊吓中醒来 又发觉好友丧彪 半夜三更闯入了自己的家中 还疯疯癫癫地念叨着 把照片给我 什么照片 阿飞一头雾水 他正想通知丧彪的老婆来接人 结果话还没说完 男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幸好友处是 阿飞赶紧追去丧彪的家中 车子开到半路 阿飞下车解决三级 他脱了裤子才发现兜里没纸 情急之下 就硬着头皮 向隔间讨要 请问有卫生纸吗 阿飞看得是头皮发麻 却没有逃跑 反正撞着胆子 踢开了门 不好意思 忘了这里是泰国 结束这个小杀许 阿飞继续赶到丧彪家中 结果刚进门 就看见丧彪跳下阳台 坠楼身亡 而桌面上的婚纱照 同样出现了白影 另一边仔细观察 灵异照片后 阿珍找出了端倪 白影覆盖的地方 都是在建筑物的二楼 寻着这条线索 阿珍来到了照片所指的位置 那是一间实验室 里面摆满了各色各样的 生物标本 气氛相当甚人 难道阿飞就在这一间 在这里 新鲜出炉的拍立得照片 印证了女孩的猜想 突如其来的尖叫声 和掉落的相框 似乎都有意引导女孩 查明真相 阿珍上前查看 赫然发现 照片中获奖的学生 就是那晚车祸的受害者 她的名字叫小美 阿珍翻看起了历年的学生档案 黑白相片 暴露出了令人细思极恐的真相 那个白鸭飘小美 竟然是阿伟的同班同学 阿珍没来得及查明两人的关系 就从丧彪的老婆那得知 包括丧彪在内 阿伟的三个大学好友 先后跳楼自尽 这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阿珍的再三逼问下 阿伟终于交代了实情 大学时 性格内向的小美 不受同学待见 只有阿伟因为拍照和她相熟 两人逐渐发展成了地下情 但阿伟胆小懦弱 看到几个损友欺负小美 都不敢站出来 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后来阿伟想分手 小美似活不答应 还威胁要割腕自杀 阿伟无计可施 只能拜托丧彪等人处理后事 谁曾想 这之后 小美就消失了 两人一合计 决定去向小美的家人 道歉赎罪 但一路上 阿飘是如影随形 惊慌失措的阿伟 哪里还敢逗留 连夜开到了小美的家中 梅一一听 来的人这女儿的朋友 当即表示 进屋坐会儿吧 小美在楼上休息呢 什么 难道小美根本没有死 那阿飘从哪来的 他们悄悄上楼 床上确实有个女孩 可翻过了一桥 差点吓尿 原来 梅一接受不了 女儿已经死了的事实 竟然一直将尸体 保存在家里 这下 阿伟和阿珍终于明白了 因为没有火化 小美的灵魂 无法得到安息 才会出来作乱 两人好说歹说 终于劝服梅一 让小美入土为安 葬礼的现场 阿伟从村民口中 得知了小美的死因 女孩分手后 心灰意冷地回了家 天天琢磨 怎么自杀 梅一带她去医院 做检查 谁知小美爬上天台 一跃而下 听到这儿 阿伟越发自责懊悔 她告诉阿珍 当初之所以选择分手 是发现自己 无法爱上小美 不想耽误对方 谁知道小美 会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阿珍劝男朋友 放下过去 可夜半三更 阿伟再次被噩梦惊扰 男人赶紧逃到屋外 但小美的冤魂紧追不舍 从走廊 楼梯到消防梯 阿朴逼得阿伟是 无路可逃 最终两腿一软 摔了下去 好在阿伟性命无忧 休养一天后 就参加了小美的活化仪式 亲眼看到尸体灰飞烟灭 男人如释重负 然而故事到这儿 并没有结束 几天后 阿珍去照相馆 去度假的照片 无意间发现其中几张 是放在家里的相机 自动拍摄的 上面还有白色的鬼影 更诡异的是 一张张照片 如同连环画一般 那个阿飘 似乎在书架上 翻找着什么东西 阿珍根据提示 搜索起男友的书架 很快找到了一叠 神秘的底片 这些居然是小美 被丧彪等人 欺辱的照片 事实上 丧彪这群禽兽 不单是言语调戏小美 还在醉酒后 闯入实验室 强行把小美 按在地上摩擦 来找女友的阿伟 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却怂得一逼 甚至听从丧彪的吩咐 拍照要挟 防止小美报警 得知真相的阿珍崩溃了 她不敢相信 自己的男朋友 是个满嘴谎言的人渣 阿珍走后 阿伟看到女孩留下的照片 意识到小美的鬼魂就在这儿 她冲着屋内大喊 空气中并没有回应 她只能抄起拍里德 疯狂按快门 但什么也没有拍到 她气急败坏的 把相机扔到了地上 可就在这时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谁能想到 之前脖子酸疼和体重超标 都是因为小美 骑在了阿伟的脖子上 极度恐慌中 阿伟失足坠楼 彻底摔成了精神失常的病患 这回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和小美的鬼魂永远在一起了 鬼影这部片子 能够成为2004年 泰国最卖座的电影 其成功之处 在于巧妙设置的悬疑 以及尤为出色的氛围渲染 看似平庸的复仇戏码 随着剧情的展开 才发现这是一部 关于爱的电影 那饱含爱意的悲情怨念 死后化作鬼魂 仍旧不愿离弃的爱意 除此之外 她将恋情中男人惯有的背叛与悔恨 具象为鬼魂这一形象 我敢保证 每个渣男看了 都会不寒而栗 所以屏幕前的你 还不赶紧 爱她男朋友看起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霞叔 我们下期更精彩的视频 不见不散